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是那个双胞胎女儿 那个小的还在镇子监护室里面 现在还是要很多钱 因为奶水比较多 所以想卖点奶水和换点钱 因为我们已经欠下医院好几万了 医生的话他说要治好的话 叫我一定要他最低的准备十来万 他老爸得了癌症 他也就把钱用他治他老爸去了 因为我的话就是说 我一直性的 出来虽然也有这么多年的生症 但是我妈妈一直也生病 你们有没有像其他的一些部门 申请一些救助金什么东西 医院也有跟我们申请 但是医务师他们打电话去说 有可能我们申请不下来 他说我们不符合 因为我没受保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也犯不了赞助证 居住证 所以说很多限制吧 所以就只有这样卖了 因为我们奶水充足嘛 身体这样的 所以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抽钱了 有 你们那卖有没有人要啊 嗯 偶尔会有吧 你们这房租多少钱啊 房租的话只要七百块钱 因为刚出月子然后身体肯定吃不消嘛 因为为了宝宝那也没办法呀 能走一步算一步 反正说看一下 能今年能跟我想是今年过年的后 跟我老爸先找看哪里能找个帮 那是应该做一下 因为我自己的话就跑跑跑跑美团啊 再再多多做一个兼职啊 先把家务一次起来 因为我老婆的话 再过一两三个月的话 就可以去上班了 我相信后面我们自己努力的话 我们会熬过去的